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心情要为大家带来一部脑洞无比巨大,剧情无比复杂的俄罗斯冷门科幻片《创世草案》 男主角小帅是一位天才游戏设计师 由于已经铺在工作上,每天996,导致他忽略了女友小美的需求 这天趁着小美生日,小帅打扮成俄罗斯套娃的样子 带着冰雪世界和阳光海滩的旅游票打算给小美一个惊喜 但是小美却对小帅失望透顶 原来他的生日是昨天 小帅求云亮不成,反而惨遭分手 小帅回到公司,那里正在举行庆功会 原来小帅设计的游戏《云塔》成为了一个爆款 现在小帅成了公司的红人 不过刚刚分手了小帅却提不起兴致,早早的回了家 小帅打开房门,却发现自己家中走出了一个陌生女子,面膜姐 面膜姐声称这是她的家,还让小帅离开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请来了警察叔叔 小帅发现自己的房间大变样,而面膜姐则拿出了自己的房产证 最后小帅被请出了自己的房子 无处落脚的小帅只好在眼镜哥那里暂住 第二天两人一起去了房产管理处 但是工作人员声称他们并没有小帅的信息 一头雾水的小帅回到公司上班 发现公司同事都变得不认识他了 好几有眼镜哥也不再认识他 连父亲也变得不认识他了 一夜之间小帅好像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无处可去的小帅重新回到自己的房子 他相信这一切都是面膜姐在捣鬼 小帅情急之下拿着刀威胁面膜姐说出真相 没想到面膜姐却主动往刀口上撞 就这样,小帅成了一个杀人凶手 被警察抓了起来 球车走到半路,警察却将小帅给放走了 此时小帅的手机开始给他导航 带着他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塔楼 疲惫不堪的小帅很快就在塔楼里睡了过去 等到小帅一觉醒来发现塔楼样子大变 低伤的地板还能自动修复 更让他惊讶的是面膜姐居然死而复生 面膜姐告诉他 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 是小帅自己的欲望打开了这个世界 两人所在的云塔就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传输站 在云塔里面 小帅想要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真 他可以在云塔里面创造出新生世界 而小帅就是这些新世界的开门人 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是一面水墙 小帅将手伸进水墙 很快第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便被打开 这是一片美丽的冰雪世界 老爷车和航空气共舞 颇有点真气朋克的味道 小帅拨通了好就眼镜哥的电话 冰雪世界的眼镜哥自然不会认得小帅 小帅带着他来到了云塔之中 享受极品美酒 两人正在寒暄之时 平行世界那边有新的来客到访 小帅打开大门发现来的人居然是小美 同行的还有一位陌生的胡子哥 平行世界的小美并不认得小帅 看着胡子哥和小美在水墙中鸳鸯细水 小帅心中十分不是滋味 胡子哥告诉小帅 他们要去冰雪世界的白玫瑰宫殿用餐 临走之前还提醒小帅不要违规 看来胡子哥的身份很不一般 送走小美之后 小帅和眼镜哥追到了白玫瑰宫殿 两人刚进去就发现一个俄罗斯套娃 气势汹汹的想弄死他们 这个俄罗斯套娃不仅机箱打得好 还会喷火 好在小帅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超能力 一见KO了这个俄罗斯套娃 两人接着来到二楼上 发现陌生的卷发姐被割断了喉咙 口里还不停嚷着喝水 小帅赶紧给他灌了一大缸水 卷发姐这次在告诉小帅 原来他是白玫瑰宫殿的开门人 平行世界的大领导想要在他的地盘考验小帅 他不同意 于是便被大领导惩罚了 不过像他们这样的开门人 只要拥有足够的水源 就可以很快恢复 至于为什么要考验小帅 当然是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完成 很快胡子哥和小美也来到宫殿 看着眼前进餐的两人 小帅怅然若失 第二天小帅从云塔中醒来 发现窗外又多了一个新世界 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海岸世界 小帅想也没想 一头扎进了这个美丽新世界 回来之后发现胡子哥登门拜访 小帅这才知道 原来胡子哥也是一位开门人 在让小帅签下例行文件之后 胡子哥还告诫小帅 千万不能打开阿尔坎世界的大门 胡子哥离开后 灭魔姐带着大领导前来视察云塔 灭魔姐还顺带给小帅带上一个吊牌 这个吊牌就像一个小型变形金刚 十分高级 灭魔姐告诉小帅 她的超能力只在云塔15公里内有效 晚上听说小帅又创造了新世界 胡子哥再次带着小美前来体验 小帅趁着小美前往海岸世界的空隙 开始逼问胡子哥和小美的关系 胡子哥表示 她只是小美的追求者 小帅总算松了一口气 隔天早上 小帅打开了平行世界的大门 她来到小美的办公室 请求和她约会 看着眼前似曾相识的小帅 小美愉快地答应了 两人在冰雪世界见证了浪漫的求婚 又在海岸世界享受了惬意的日光浴 就这样 小帅在新世界达成了以前没能实现的愿望 美好的时光总是流逝得很快 晚上小帅和小美一起来到灭魔姐的生日晚宴 卷发姐私下告诉小美 小帅是一名看门人 她的生命是不朽的 而且不能结婚圣子 听到这个消息的小美心情变得十分沉重 在大厅中小帅遇到另外一位开门人 卓球哥 卓球哥告诉她 在平行世界之外 还存在着更高一级的世界 阿尔坎 阿尔坎世界管控着下面的平行世界 他们给每个开门人配备了一个监察官 这些监察官会阻止开门人打开阿尔坎世界的大门 要想摆脱监控官的控制 就要摘掉脖子上的吊牌 另一边心情沉重的小美离开了晚宴 小帅赶紧追了上去 但是小美却坚持要离开 小帅只好送她回到了平行世界 小美刚出门 一个矮大叔便走上来 声称是胡子哥让她来接小美 此时大领导也找上了小帅 原来她认定小帅是天选之人 希望她能帮忙打开阿尔坎世界的大门 另一边的小美却发现矮大叔图谋不轨 她试图打给小帅 却被矮大叔捏碎电话 就这样小美失联了 第二天矮大叔告诉胡子哥 他把小美送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原来矮大叔是胡子哥的监察官 他担心胡子哥儿女情长坏的大事 于是便把小美送去了小帅的世界 胡子哥将这一消息告知小帅 就这样小帅又来到了自己 创造了第三个新世界 涅槃世界 这里大概还处于19世纪的光景 人们生活在集中营里面 生活苦不堪言 正当小帅和这里的开门人畅饮之时 门外又有新的囚犯被送到 小帅从中看到了小美的身影 于是他趁广场集会之时 想偷偷带走小美 开门人很快赶了上来 小帅经过一番苦战 总算把小美带回了云塔 这一次平行世界的好机友 却找上了门 这一次他没有再戴眼镜 小帅很快就明白过来 好机友就是自己的监察官 为了不让小帅再轻易离开云塔 他将吊牌的启动范围设置成50米 一旦小帅离开云塔超过50米 他就会有性命之忧 但是小帅仍然带着奄奄一息的小美 来到了海岸世界 眼看就要脱水死亡 小美却扯断了吊牌 小帅成功活了下来 没有了吊牌的束缚 阿尔坎世界的大门已开始浮现 小帅给小美写好留言 一个人来到了阿尔坎世界 阿尔坎世界是一座未来之城 天空上悬浮着大大小小的福塔 小帅正在观望之时 年轻的父亲却出现了 年轻版父亲告诉他 阿尔坎世界目前正处于1941年 尽管阿尔坎世界在时间上 落后于平行世界 但是在文明程度方面 却大大超过了平行世界 原来平行世界是由阿尔坎世界 创造出来的 而创造平行世界的目的 就是在那里进行历史实验 这样阿尔坎世界就能避开 可能会出现的灾难 得知真相的小帅 打算回到平行世界改变历史 想不到阿尔坎世界 却瞬间翻脸 一群俄罗斯套娃对小帅 展开疯狂攻击 小帅利用海水让自己迅速复原 接着钻进了下水管道 他利用井盖做掩护 且战且退 最后用匕首割开铁皮墙 终于回到了云塔之中 还没等他清洗干净 就发现灭魔姐居然在云塔等他 小美也被灭魔姐藏了起来 原来灭魔姐因爱生恨 想要毁掉这对眷侣 发疯的灭魔姐发动超能力 想要干掉小帅 最后却再次被小帅用匕首弄死 云塔也在战斗中被毁灭 这时小帅的监察官好机油赶了过来 他告诉小帅 由于云塔被毁 阿尔坎世界和平行世界之间的传送门被关闭 平行世界已经岌岌可危 想要找到小美就得先拯救这个世界 就这样 两人开始了他们拯救世界的计划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套啊套的好 没有妹子了不到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评论哦